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 Q&A的时候 前面十位提问的 送 前面十位 送我们今天的这个 你可以去 记得 当我先 就是 看 你就可以看了 现在是Q&A时间 首先请想做回答相关问题后 再请大家举手发言 发言的时候 先报您的机关名称及姓名 谢谢 我是行政会主席总处的 中华国家处处长 刚刚听了我们周委员在提到 我们的一个虚拟世界这个部分 就是 当然我们的一个所谓的 尸体世界里面 我们的所有的资讯的来源 都有一定的 合准的程序 所以这个资料的来源 它的一个正确性 即时性跟可靠性 那个当然都没有问题 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个 虚拟世界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想到说 这资料的来源里面 一方面 我们其实是跟所谓的 这个可能任何的这些的 公民团体或网络的团体 那这个资料的一个合作里面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说 我们这个资料 其实对我政府部门来讲 从一个所谓的是 虚拟世界里面来的时候 这个中间的一个 所谓的核准程序 这些其实我们都看不到 那我们怎么来知道说 这个资料对我政府部门 它其实不会误导我 而是它是确实是真实可用的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政府部门 我们如何建立这样的 一个管理的机制 这是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联席会 我想看到想 也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谢谢 好 我看我站起来好了 因为坐下来都看不到 看不到大家 事实上这个部分会涉及到 两个部分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各位大家应该都有参加那个 Open Data 你们每个部会应该有 这个Open Data的那个 相关的计划的一些工作 那那个是我们开放 就是说政府里面会有 我们每天会有很多公文 那每个公文都有一个签核的程序 那你这个公文签核的程序 或者说我们内部的开会 有一些讨论 那有一些资料 就是说 如果以我们这个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对外有一些不能对外 那不能对外有一些意外 这是目前我们正在谈 正在谈说哪一些部分 原则上是可以开放 除非有一些意外是不能开放的 那这个是我们对外 就是给出去的 那另外就是他们资料怎么进来 那资料进来这块 其实我现在刚刚讲的那个V台湾那个部分 事实上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的资料是我们弄完以后 我们资料会放到那个外面的网站 那事实上我同时除了V台湾.tw 是由G0V架设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在上面的资料 由我们贡献的部分 也有这个网 就是公民上海的意见 那我另外会还有一个是 V台湾.ORG 那个是请资社会那边去架设的一个网站 那那个网站就会由我们来维护 那那个网站的资料呢 将来我就是会把 比如说我们那个讨论的过程 会有一些资料嘛 比如说我们做过的 请外面的这个单位做的 像科法研究的一些资料 国外的一些案例 我就会放在那个V台湾.ORG 就是资社会维护的那个网站 那他们在那个V台湾.tw呢 他们基本上是希望说 可能是来个是简要说 这个问题是什么 但如果你想要比较详细就可以连结 还可以连结到V台湾.ORG 那个就是资社会帮我们架的 将来这个会是由我们政府的一个网站 那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平台 就是V台湾.tw就是由经营理所 所负责在维护跟负责在 在这个处理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基本上是民间的平台 所以这里面 由我们放上去的资料 也有别人放上去 那这当然就没有你刚刚讲的 我们要负责的问题 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公开讨论的平台 你就把它当成 我们有些资料对外发表了嘛 那别人拿我们的资料要怎么去用 那个是在那个平台讨论嘛 那刚刚那个 那个唐鳳在讲的是说 他们收集所有的讨论完了以后呢 他们会会整嘛 会整完了以后再给我们说 我们现在目前跟经营那边的一个 一个我们大家讨论的结果是 他们会整完给我们 我们这边比如说 我们就是开始有两边 这两个部会是 就是当做测试的 就是经济部跟经管会 就有一个窗口 所以他们意见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窗口七天回给他们 就是说他们有问哪一些问题 我们七天回复说 那个问题这个我们的 比如说资料说明啊 或者是说 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内部还要讨论 我们就回应说 这个部分我们内部还要在共同协调 但是我们就是回应 这其实就像我们开 现在我们常常开工厅会啦 或什么座谈会啦 你只是现在变成在另外一个网路平台 去做这件事嘛 因为我们以前开工厅会 座谈会 你会邀请那些工协会 你会邀请专家学者 相对应人数少嘛 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公民的 一个一个征询意见的征询啦 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好 谢谢 我们那个谁帮忙送一下 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想澄清不是为了要拿到那个望远镜 纯粹是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首先要感谢应该是人事行政总统 或者是哪一个委员会办这个 这么有创意的一个座谈 那但是我想我刚才听完这样一个下午 我觉得我自己的定位 我能够体会说 对第一场这个宝博式的这个内容是 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个新的愿景 或者是新对 大概是跟我们个人生活有关 那另外是唐梦 唐梦的这个演讲里面 大概跟我们的工作会比较有关 所以我也一再想说 在工作突破上面 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将来要想要参加这个 逼台湾这样的议题 是业务单位自己提出来呢 还是怎么样想要在我的议题里头 能够跟网均有一些对谈 然后让公民更多的一些参与 在我们的西伍法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推动上 可以让他更有公民性 更有讨论性 更周延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另外就是说 那对将来要办这样的活动 我就很好奇 很想问像宝博式 今天像报告完 因为我们今天几乎是 部会很多 然后这个像我们这种 比较做社会科学的 可能宝博式这样的议题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哇 就是除了哇之外 大概只生活上就期待说 哇我们真的要赶快退休 让更年轻的一代赶快进来 才能够带领这样的一个 亡世界的来临 或者我们真的就是那个 这个卡在那边的那个石头 类似这样 那我不晓得就是说 将来在办这样的一个 像宝博式这样的一个论坛的时候 是不是办的方式 可以稍微科技一点 突破一点 不是就让各部会自己来报名 然后让这个怎么讲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不够聚焦 然后甚至不对位 可能对宝博式来讲 他会觉得 我今天花那么多时间来讲 然后对一群这个 只是停留在跟民众对这个报告 或跟民众上课 而没有对那个将来在工作推动上面 有任何的一个协助 这是我在这个研讨会上面 如果办理方式上面 也许可以更像今天这样子 这么创新 这么的一个精进 那一个回忆 然后一个回应 一个是请教 以上 不好意思 稍微讲一下 这边没有什么网均 台湾上网人口 之前刚刚Gentlian讲的 快要虚拟人口 Facebook账号数都要超过总人数了 因为一个人可以要好多个账号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到某个程度 不出几年 就是每个人他只要有在用iPad 在用手机上网 他就是网络的一部分 并没有特别区分 王国王军等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是说 一直要说虚拟世界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网络它不是 它不能看成一个工具 或者它不能够看成一个架构 或者不能看作某种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或者说它是世界的某个部分 但是它有自己的一套物理定律 那一套物理定律是城市所定义的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就是说 在这样子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办公厅会就不受实体办公厅会的限制 我们可以上来报告之后 大家回去看录影 像翻转教室那样子 大家看录影之后 想到什么想法 再写上来 或者再自己录一段音放上来 或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用把它关在同一个场合 然后固定好几个小时之内 一定要做出一个结论来 所以就是具体回应 没问题 就是VT1这个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固定的架构 就是虚拟世界相关的法规调试案 那所以一条一点TW一开始就是在这三大块里面 就九个还是十个这样子的议题 去做充分的讨论 算是一个先起的实验 但是在我们之前 其实也有 国发会也有做过 不管是经贸股市会议也好 或者是全国能力会议也好 或者是 其实还有很多 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透过网路沟通的方式 那我觉得每一次都在 把这条路往前再多走一点点 所以之后又一定还会再有别的 可能更适合特定部会的 或者 因为我们 我们这里要多讲一句 就是说VT1完全透过网路讨论 是因为这是虚拟世界法规调试 它影响的是在虚拟世界工作的人 所以我们不太需要处理 所谓数位平等 或数位信用性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讨论的政策 不是这样子的政策的话 马上就面临到 主要受到影响的人 其实不一定在网路上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说 就是不但没有代表性 可能甚至连那个ratio都会算错 那就是sampling bias 会完全的被提高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要怎么做 其实我们也还在想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先挑一个 我们知道受影响的人 都在网路上生活的 然后在网路上面这样子做 试着做这样一步 谢谢 这个我先说明一下 其实今天这个课是因为 来源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虚拟世界法规条式吗 这行政策一个专栏中 我当着急人 所以有九个部会 我们有十个议题在讨论 那那个因为我们 就是有一个跟院长的报告 就是说哪一些 每一个部会 涉及每个部会 大概哪一些部会要调整 要法令可能有涉及到修法的 那那个是一个滚动式的 就是先盘第一轮说哪些事要改 那那天报告完了以后就有这个我印象中记得是宋 宋 附密啊就提了他说这个部分他就建议说这个部分啊可能需要施助长都要来听 对所以院长就才是说对这个都要施助长来听 所以的时候有设计到要大家一起来支持嘛才有办法往下推啊所以院长那时候教院长的时候才是 所以课程是这样来的那因为课程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讲光讲那些法条 那所以我就请了宝博士讲一下我们真正在看的所以我虚拟世界法会调试 我们往后看十年世界会改变什么我们这个政策要改所以才请他去让大家对于未来有的认识 然后请这个唐默士我们真的看到进步这么就是外面变化这么快的情况之下很多事情我们做是来不及 所以需要跟社群合作那这个合作的方式是用实力来告诉大家可以这样做 所以过希望大家想一下你现在手上碰的问题哪些事情你自己做是可能没有说由外面来做更快啊 那这个到底怎么合作有实力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请请他们两位去你们这个部会里头再去再去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我可以当你们的经纪人吗 谢谢老师来 我想要先讲的是万万不能退休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转接点来讲其实各位的责任是 我觉得对我们年轻来讲各位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代要马上接上去其实还是很困难的 那整个体制要很瞬间的转变 机制的转变 其实反而是人的转变某种时候还要更慢 所以我想万万不要退休 那而且一方面其实我是想说 我刚刚也一直在旁边观察各位听这一整堂课一程从一点到六点钟 那很高兴看到几乎所有人都还留着 然后那个睡眠率还蛮低的 所以万万不可退休 如果各位真的都提前离席的离席 睡眠的睡眠 那我想我心中就会想说那赶快退休 但是看起来就真的很需要平衡 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虽然说我很明确也知道我自己分享的东西是一个比较概括式的 就是说未来的长相 那因为我觉得在做这么多个部会 每一个人所专长的地方不一样 我相信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的一些未来科技或现在的科技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也许有一些人觉得是他很难想像的 或没有听过或看过 那就像您刚刚所说的 这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 跟工作没有关系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说各位生活在哪里 我们是生活在台湾 我们很希望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角色的存在 那我们每个人生活 无论我们都还是得跟国家的制度挂上关系 所以各位所正在参与的这个 不管是制度的维护也好 或制度的改变也好 其实都还是靠各位的手 到底各位不管是真正未来退休后 或者是我们年轻人的新的工作的心态 其实都跟各位现在正在经手的这些业务一定是有关系的 从各个 只是说我时间不够长到去 讲完这个image之后 我还告诉你到底你会发生哪些问题 那我或许那个是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讨论 比如说像您如果是社会科学的背景 其实我们在习近大学 花了好几个晚上在辩论的 就是当中产阶级被迫退休之后 那这些人他的退休金额不够他活再活30年 他到底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mutual fund 来让帮他们把钱投资到这些机器人或AI的公司 让他们退休金可以是可以变多的 可是其他国家人就会跟我们辩解说 他们认为人类是不可以不工作的 可是我们有一派人就会觉得 人类如果每天喝Takira 然后就可以有钱拿 让机器帮我们工作很好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某一个层面来看 这已经到一个人类生活形态的辩论 或甚至是社会结构 或国家结构的辩论 它会不会是一种 也不要讲共产复辟 它会不会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 或whatever 那又讲到我们刚刚讲自动车 如果自动车的车不是人开的 那车货到底谁负责 到底是这间公司负责还是什么 像我们刚刚讲Elon Musk 他说人工智慧会是个灾难 但他一边讲 他自己一边在自己的新的新出产的 一个新版本的Tesla电动车里面放上自动驾驶功能 所以这件事情 各位其实这几乎任何 比如说像无人飞机好了 我们当时在跟有一个学员 他说他们国家有50万个是退伍军人 然后他们有一些这种PTSD 就是创伤后阵后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用无人飞机把这个虚拟实际眼镜 运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让他们可以带上去做一些附件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未来科技 只是看你怎么想而已 也不要讲有一天 有一天讲好像很远 他也许就下个月或明年 他马上就会冲撞到 你们各自所负责的一个 不管是部位或职务上 那我觉得只是我时间没有很多 可以让你们来一个一个的去讨论 那最后很感谢您的建议 就是说所谓的创新式的办理 我希望明年如果还有这个机会的话 或未来我们有这个机会的话 也许我们会有一个VR版的 同步 不只是线上平面式的转播 可能会有一个VR式的转播 大概是这样 那我想这个政委的许可 其实 像举个例子 比如说3D列印 对 事实上像比如说 内政部司工程会 是负责这个建筑的 今天3D列印就有那个 对 那我们大家沟通一下 就会去思考一下 这个工程会跟我们3D列印有关系 因为它有那个建筑的部分 那像刚刚讲无人飞机 对 无人飞机 那个飞行器 对 请问无人飞行器 会不会涉及到法令 会嘛 对 因为它飞来飞去 它可能会靠近高铁的地方 可能会说不定 飞到你的家的那个窗户 就看到你 所以我们 这个部分 我马上会处理 只是我现在还在想 到底涉及哪几个部位 然后这个东西到底要归谁 归谁管 这个我们得想一下 但是 这个就是新的法务部 每次都是这样 找不到头 法务部 法律的东西 找不到头 就是法务部 不过 我想 我们各个部会 大家可能在新的领域里头 都可以去思考 可能 原来没想到的 说不定也还是跟您 跟您的部会 管的事情 还是有关系 好 刚刚好像还有一个 这位福布 说实在我那时候看太阳花 我觉得我们充满 国家充满希望 我们那个年线怎么聪明到 翻转世界 其实我觉得它让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活力 但是第二个部份我要谈一下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政府 我们年纪大概做到今天都不会太年轻 这段跟我们其实是有一段落差 我们都很愿意上网络 但是我们不习惯网络语言 我所谓的网络语言是说 我们现在对事情的回应方式 跟网络上的回应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别人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gap 是在我在网络上怎么跟这一些 過去跟我不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生活经验 会跟我们过去接触的人是不一样 所以它的回应跟反应是不一样的 那怎样进入这样子的世界 用共同的语言表达一件事 这件事情来共同讨论 其实这个对我们在要进入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还有一点 其实如果好像我们今天在经验 如果像是有一两个经验 有一个模拟实境 然后我们在网络上去对谈被骂 然后我们也知道怎么骂回去 然后共同讨论一件事 其实不管是因为网络上 其实说实在我上看网络就是骂来骂去 骂出最后一个结论了 可是我们不太会骂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叙述里面 能够去说服对方 然后在这里面形成讨论 然后在这里面能够共同结论 所以常常我们在弄 就被杀死了 然后就是另外就 我们常常觉得有理在网络说不清 所以怎么样有一个模拟的实境 让我们学习进入这样子的 也是对我们来说 有的时候是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他的确是让我们进去也很重要 如果有一个模拟实境 小小的case 但是有一个模拟的一群人在网络上 不见得全部要操作 然后我也觉得 这么reacted的 这样子坐得上 应该跟我们沙发坐 这样全部坐在那边 然后这样子 这样 这样那个情境 我们现在是谈新的东西 但是用最无了 上课方式 如果有seacted的 我就也很好 好 我很快速的回应一下 首先非常欢迎加入 滴台湾的湘民工作组 因为我们对于来提案的主则部会 他在做生死回应的时候 必须要说 他是那个部会的毛毛毛 是代表基本发言 但是我们并没有禁止各位用 个人身份甚至是匿名的 或半匿名的方法来参与讨论 所以就是说 那是一个相对比较有趣的 就是因为事实上在上面 不只是像我们群众母子 当然就是国内经营群众母子的人 实际就会来讨论 可是也有很多 其实是政府的官员 他这件事情有意见 可是因为不是他的主则部会该管 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发言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注册了一个账号 然后也变成了网军 然后就来上面进行讨论 那因为我们有版主会 会维持一个最基本理性的讨论文化 所以至少不会太惨 那但是就是那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你可以取一个画名 可能每个人可以有好几个画名 然后用你的脸书账号 什么账号 真的登入币台湾 然后来讨论一下说 不管是币索型公司 或者群众母子 或任何 甚至就是你有一点点兴趣 但是不太了解 那很好 因为乡名都是这样的情况下 来一起讨论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 那因为是在线上讨论 所以当然可以在沙发上面 然后真的参与工作组聚会的时候 也会挑很舒服的场地 大概是这样 这个部分喔 呃 场地的部分 就我们人事总处这个处理啊 对不对 因为我其实 其实当时要办的时候 我是有提啊 场地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排 可不可以这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等下一次办的时候 麻烦人事总处想一下 我们可以有怎么样 creative一点的 一点的这个方式喔 但是坦白讲 三百个人 他们也是很痛苦啊 就不知道要怎么 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一方面也怕 太那个以后 会不会也把大家 因为这种方式开会 好像大家比较奇怪一点 对吧 所以我们一直想说慢慢来 所以今天我们试着什么 试着来的时候 你们看音乐放的比较大声一点 平常政府办 不会音乐放那么大声 然后我们试着想办法去拿这个 就是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 对不对 我想我们 可以慢慢 大家有什么想法提供 写下来 我们可能可以做 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 我想跟各位分享 我自己的经验 就说我觉得 不要把网路 变成是一个 它是个工具 我想要说什么 我要用这个工具 所以你就想 我不会用那个工具 我就不要用这样的 就你并不是想要用一个工具 来做你想要做的事 我一直想要跟各位分析 跟分享的事情 是说 在网路是另外一个世界 坦白说 现在我们 都用LINE 对不对 LINE来来去的 然后Facebook一堆 现在其实坦白说 大部分的人都很少我 很少 现在很少人要我加电话 没错吧 对吧 都是要我的这个 这个 要我的这个 Facebook E-mail或LINE 来了就 我们加一下LINE 对不对 这个没多久的事嘛 所以就是 这一年的事情 就变成 这个 大家已经开始 就是 就是在网路 就是智慧型手机 出来以后 已经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们把它当成 这个是已经是存在的 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就是进去 事实上 大家已经在用了 大家已经在用了 那你说里头 会有不同意见 坦白说实体世界 父母跟小孩不同意见的也很多啊 对不对 所以 那里有不同意见 其实也不用太 不用太在意说 不同意见一定都是怎么样 那 我们现在目前 试着是说 要让社群了解 要让网路的社群了解 政府机关有一些地方是 不是社群运作的方式吧 好 那我把它形容说 这个这个就是 就像电脑的语言一样 就两个不同语言 中间需要转译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是 征求这个社群里面 有一些转译的人 怎么样把这个社群的意见 转译成我们大家 就是在政府机制里 这样可以去推的 同时我们也要越多 这个政府里面 也要越多人 可以有办法去面对 不是每一个人 可是我们要 为什么我这一次 都是每一个部会 情有的窗口 我们希望这个窗口 可以代表那个转译者嘛 就是那边意见进来 跟我们这边出去 中间我们需要有转译 让两边不同文化的东西 可以沟通 好 那其实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的办公室 我找了Tony Q的原因 就是 我就是希望有一些东西 我可以及早先了解 就是说 那些东西可能要怎么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去把意见放到社群里头来讨论 所以我给各位经验 可各位的分享 就是说我的做法是 我就是有一个 这个网络很熟悉的 这个年轻的朋友 他基本上在我们办公室里面 所以我在推虚拟世界的东西 我是需要更经常性的 需要跟他们沟通 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人 可以协助我们在沟通上跟顺畅 那提到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刚刚已经讲了 学历问题 还是要跟人事总处讲说 拜托学历部分终绑一下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用到这么优秀 然后没有只有小学毕业的 小学毕业的人 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去做 那这个部分是需要 在人事规则上面 有点弹性的调整 好长官哥 补充一下很快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都是一个草民 就是在这几年这样子 看着网络跟社会的变化 其实在有一段时间 政府好像有点跟网友们沟通不了 我们也不会讲网军 我们都讲晚军 现在比较可爱一点 就讲晚军 我也觉得 其实好像沟通上 比较不太顺畅 那我后来去研究一下 我发现其实美国政府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出了一个 我没记错的话 160页的 就是如何与人民沟通 然后他里面连动词 名词 语会 解析词都告诉你们 大概不用 不过目前我们台湾还没有 也许 可能可以通过蒙点支 什么 没有 对 好 那另外一方面是 其实我也很长期 希望能够在公务单位里面 出品推广一个概念 叫公务清典 就是 其实我很多朋友 去公务单位之后 因为他们比较年轻 比较没有资历 会被派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回复首长性相 那回复久了以后呢 他们的语言呢 也就慢慢的消失了 像那个绝种言语这样 就会突然间被同化 那他们就会变得非常贵 官方语言 那 我不知道真实实情比例 是在有多少 但我相信也许有部分的比例 公务清典 是在这样一个 不要讲淘汰过程 进化的过程 当中 就是演化了这样 那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 以各位的 这个 这个level 我相信是 公务程度是 如果能够挖掘出 一部分的公务清典 我相信这件事情 会变得更有效 因为我们刚想 我们要用到cloud 我们要用众 不要说众 众人的力量 都只有民间可以用 各位也可以用 1248 这样子打仗 我们民间可以遍地开花 为什么这么大会不行 那 另外一个是我提两个 两件事情 一个是 我们其实在戏谷的时候 也发现我们 华人在沟通上 比较缺乏默感 那 怎么样是一个 比较好的幽默 不管是就 人民跟人民 政府对人民 或人民对政府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一个比较年轻的民主化社会 本来就要面临到的挑战 那 另外一个是 这个 我觉得刚刚这个形式的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那个 政委我们一开始 有讨论过这个形式 或许这个 我们哪一天可以 这个办一个 比较有趣 比如说 singularity的这种形式 for government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有个launch room 我们上完课之后 我们会真的坐在沙发上面 很轻松的聊天 去聊说 我们这样的感觉是什么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是 都很希望能够 大家可以去 我觉得未来这件事情 一定会越来越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来一位 好 先抱一下 好 你好 我是外交部 公计师李建宜 谢谢 我们安排这个精彩的讲座 让我觉得是这个 增长了很多的见闻 尤其对于未来的这个时代 更有很多的想法 那因为我们工作的是外交嘛 所以我们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行销台湾 像刚才郑伟也提到的 我们在实体产业上面 我们在LED 在Laptop 在全球都是领先的一位 那我们的国际的竞争力 也是在全世界的地方 根据洛商学院的排名 那这些数字呢 我们外交员也每个人都笔 但是我很想知道 那刚才郑伟讲座 还有郑伟所描述的 我们的在虚拟世界 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亮点会在哪里 尤其我今天看到这两位 这么年轻的讲座 有这么高的成就 那让我觉得 对我们新一代的 年轻的朋友 有更多的 有更多的信心 他们不是就是 不是 在我们的印象也是草民族 我觉得不是 他们有更强的任性 因为他们 比我们更有活力 那所以 站在行销台湾上面 我很想知道 我们的产业 从这 年轻的朋友 还有郑伟 您在郑伟上面的高度 我们的产业的亮点在哪里 那么 未来我们怎么看 我们在这个产业上面的能力 那就像那个 宝哥刚 那个包角 宝博士 宝博士 刚才有尝到那个指数型的科技 你提到的每一点 我好像都在我们行政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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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点进化上都有看到 但是我们知道 很多工作就这样 预算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一个柄 我们只能把它做大 只要慢慢的分配的话 其实是资源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真正的量点在哪里 我想您从业界可能更能够了解 那 第二个 小小的问题也是刚才回应这个 宝博士有提到 这个 部长信箱 其实 呃 我们曾经也想过说 其实这本来是我的问题啦 就是我们也曾经想过 要用Facebook 来回应 因为觉得那样子可能会更人心化 但是后来 会发现说 你要去找版主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所以呢 我们就 也就 也就是还是回忆到这个层层奉合 然后再回归到这个提问者 但是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呢 我们是有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像 我们有一些很多的急难救助 我们有很多的背包客到澳洲去 那像我们在选一办事处 他就成立了那个Facebook 让大家呢 让所有的背包客呢 都可以在上面呢 交流资讯 知道当地的一些的法律规定 然后协助大家用经验的分享 那也是非常的成功 那么 我想我们政府部门呢 还有很 很长的机会 还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发展 发展这个空间 那么 我相信我们所有部会 都会在努力学习成长 谢谢 谢谢 就是 雪姨的那个 其实我知道耶 那是做得很棒的 对 那我觉得其实 刚刚提到一个 就是说 政府把自己看成资源 分配的分配者的话 那真的永远都不够 就是你知道说 十件事都很重要 可是不可能都易住 而且即使 易住某一个特定的 除了其他觉得可能受了很多之外 说不定就是爱知 世纪也害知 然后就使得说 民间没有办法自己 长出一个经济系统来 那当然这些各位都给我懂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从今天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政府可以做的实际 就是把空间做出来 像刚刚那个背包客 讨论的空间 你并不一定需要 真的有人去 一个一个调查背包客 或者是做任何问卷 或者做任何其他的东西 你就把一个空间放在那里 然后就是有一个沟通学者 叫做马克罗汉 他很喜欢用电灯炮当作比喻 他说有灯花之前 大家晚上没有办法讨论事情 可是你灯花点在那边 灯花本身它不是一个讯息 可是大家就知道 可以绕着它 就可以交换讯息 然后他用这个来衍生说 就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就是你有一个能够讨论的空间 那就会有来讨论的人 那所以那个一代宗师 你们不是说 点一盏灯 有灯就有人吗 那我觉得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一个创造空间 然后让人能够来找到彼此 然后分享的角度 不管是说 像我们是用半黑客松 但是应该有很多很多 别的做法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有一个资源会分配 分配会用完的想法 那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就是刚刚老博士 所说的abundance 就是分享式的经济的想法 那这是我有点想要分享的 那用这种方式来回应 我想网友是绝对不可能 觉得说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并没有 就是既没有寡的问题 也没有不均的问题 这样子 谢谢 谢谢这个问题 我觉得身为一个草莓族的组长 我觉得很甘心 我有七十年次 所以还勉强算得上是组长 那我觉得关于到底产业的亮点在哪里 我觉得我回答的绝对不会比正伟跟唐凤好 那我想我整体来讲 我非常认同唐凤刚刚的回答 就是说政府说真的不太可能 每一个都做 真的不可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不可能把一只手伸到底去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以前的概念 或是人民的期望 好像常常会觉得说 我们如果要推一个什么两造双新 或是要推一个什么 政府好像就是要从一做到十 就把它做满了 可是 我觉得基本上在这个世代是不可能的 所以 怎麽要去 就是说我现在要打亮这个空间 我要让这个空间的气氛好 其实 有可能不只是摆桌子 不可能是请人 不只是请人来 事实上最重要很可能就是点在什么等 所以 怎麽样是 分段阻力 或者是说 怎麽样起一个好的头 开一个好够 够大的空间 而不要让政府单位的体制本身 变成是让民间很多的能量 其实每一个产业很可能都有很多的能量 那不管3D电影也好 无人产区也好 其实台湾在民间是非常多能量的 怎麽样找到对的地方 装上一盏灯 然后 我觉得这个是 我感觉是重要 那到底最后那个亮点会是什麽 那个亮点自己就会跑出来 那我觉得是 现在的感觉就是 我们没有必要 真的是说 马上就要决定说 我们十大未来产业 我们就选两个 那当然这是 也许是更上层的人在的决定 那我觉得也许各位 可以都试试看 我觉得不一定 台湾亮点在哪里 就是也许台湾亮点 不竟然在实体世界 有一个亮点在虚拟世界 或许我们虚拟世界的数位文化 数位的内容 我之类的这个 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再回过头来 就是讲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首想信箱 就是 我内心都会偷偷希望说 在我就是这几年都希望能够看到 不管是哪一方面或哪一个层级的人 能够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 事实上所谓的真正的问题 不在那个流程结构 而是没有开放 也就是就我所知啊 就是那个张伯伯问的问题 其实那个陈妈妈是看不到的 陈妈妈也不会看到张伯伯收到的回信 问题其实在这里 事实上真的回过信的人 都知道很多重复的问题 然后你光是在那个复制贴上 然后再修把王伯伯改成陈妈妈 然后再把要给男生讲的话 可能要给女生讲的话 然后把不同名领 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课程里面 很重要的关键是开放 就是怎么样让 收藏信箱这些问题跟答案 是可以被查询的到 被index的到 让十个妈妈跟王阿姨要问的问题 她早就知道 原来其实已被回答过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网路这十年 早就有人想出很棒的解决方法 我想如果那个唐凤上一堂课 大概可以讲一百五十分钟 关于 那国外有一个很棒的网站 叫KORRA 就是你想要问问题的时候 她为了解决重复的问题 她有很多很棒的演出案法 还有使用者介面的机制 你可能正在 王妈妈可能正在打 就是什么 什么隔壁 什么什么 或者是什么 非航安全什么东西 她可能才打一个非 她可能就 很多问题都已经跑出来 她可以知道说 其实也许谁谁谁 你可以不要显示是权力嘛 也许王圈圈已经问过一样的问题 她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那我觉得就是 所谓开放 其实是可以 很有效率的去 解决很多所谓的重复性 那我觉得现在的 就政府跟民众沟通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效能还没有最佳化 那或许还有机会 可以通过网路或者是虚拟的平台 来解决这个问题 刚刚提到这个就是 政府在我们政策上 到底是怎么样来行销台湾 那我想实体的这一块 制造业这一块 其实过去我们都做得不错 所以目前也还有一些 一些在推动的之后 我们就不谈制造业 因为制造业我想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制造业是很厉害的 那我们现在讲说 非制造业这一块 就是虚拟的这一块 政府现在推的 像你们的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汇报 或者是网路政策排比书等等的 其实 这个都是在讲这一块的东西 那 现在就是 如果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 一个形容就是说 我们希望 我们看到的 下一代的这个 产业呢 其实是很活泼的 跟我们 上一代的那个 大量生产 那个可能形态不太一样 所以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创意 很多很多的这个 新创公司 所以 我们 一直在讲说 希望台湾变成 创业家的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choice 创业家 你要创业选台湾 你在台湾 你可以找到很好的人 因为现在台湾 现在很多人被挖 被挖脚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公司 法松绑 就是我希望你创业 考虑台湾嘛 那另外就是台湾 第一个我们可以找到很好的人才 第二个 如果你有一个发想 像在美国 Kickstarter 他提案过了以后 他很多东西交不出来 所以 后续的这个 台湾有很好的制造业的 这个底院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少量多样的客制化的一个 生产的一个体系 这个也目前也正在谈 就是我们希望说 你有一个创意 然后你得到这个群众的 给你钱了以后 那我要把它做出来 台湾也会是一个你考虑的点 所以你有人 你有一个过去的一个生产的 制造的这个经验 同时 我们又跟大陆那么大的市场 也很接近 跟东南亚的这个部分 我现在已经大一路在看东南亚这一块 然后另外 就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在推数位生活嘛 什么智慧 智慧城市等等的 其实我们刚刚在松绑医疗啦 或教育啦 或者是远去工作 基本上它叫数位生活 以台湾这个两千三百万人的 这样的一个机子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测试 数位生活的一个 试验的一个 一个场域的啦 因为我们 我们有很好的 大家的教育水平 就是教育水平水准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的IT用的人 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让我们变成一个 数位生活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就是测试的一个 你有一个新的business model maybe你在台湾是一个 很好的trial的一个点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要让台湾的年轻人 让全世界知道 如果你要创严 台湾是你的best choice 好 那我们有多少东西要调整 我们的公司法 我们的税 我们的这个 这个 就是金融工具要够嘛 这个金融工具 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很多的 网络金融的东西 基本上 你设了公司以后 你就有钱要去处理嘛 所以我们希望 这些工具都要有 環境都要好 所以 这个大概是新的方向 好吧 OK 好 可不可以再补充 一小句 这个叫补刀嗎 就是如果 幫推 就是说 我覺得 刚刚这一招非常好 就是 因为其实我自己创业 过了两次 那其实过程中 知道 其实我们也既然很想创严 人量很强 但是没有足够的经验 传承 就是说没有足够的续集 在这个圈子里流动 那如果能够透过吸引国外的 或者 这个国家 附近周边 附近国家的 能够来台湾 就算我被 我被他平行 我本来要创业的 我决定 我先当他的雇人 我当他的co-founder 或我当他的 也许管理 管理者 或者是我甚至 帮他写程式 我帮他工作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可以从他身上 偷到一些 附近国家 或者是矽谷 他们比较成熟的 创业经验 的创业家精神 或者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对整个台湾来讲 是大赚 那我觉得这一招 因为说真的 我们要马上去 让青年在五到十年内 可以拥有足够的 创业家精神 跟原创能力 说这个教育 或什么都有点来不及 那反而是 施宜 长期以致宜 以前我们是学 洋人的这个大枪大炮 那我们现在要学的 其实是start up 跟创新创业的精神 那也一样嘛 当年我们是拿人家的枪 拿人家的船来 那我们现在是 要拿人家的人来 那我相信 其实以我们的 青年的弹性 跟成长力 其实如果这一招 真的能够成 的话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非常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有 什么创业家 我们现在创业家的签证 等等都是这样 所以因为我 因为我刚好 创造汇报我要负责 这个 要建立一个 友善创业的环境 所以等我来 找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想一下 怎么样 让我们的环境 更友善一点 让创业 全球的创业家 当他想创业的时候 台湾会是你的 the first choice 谢谢 主持人 财政委 两位的讲座 各位主管大家好 今天非常难得 提到三位 讲座 那么精彩的研究 让提到 忙于公務 很难了解他 新的事情 的问题 不然今天 不一定很容易 我想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 唐鳳讲说 刚才提到 太阳花的事件 我特别注意 从318 319 就直接跳到3R6 所以叫323 那天的 滑起跟动作 是如何 第二点 这个虚拟事件 网际网路的问题 从去年开始 蓬勃发展 一般社会感受到 好像跟政府公共是 一个对立 但这些所看到 所了解的 应该是协助 政府 跟人民权 非常重要的 沟通材料 我想能不能更具体的 能不能协助 各部会 哪一些部会的业务 可以跟 这些业务联集 对于政府的运作 更合行 对于国家 人民更多 我想再两点 谢谢 本来那个同影片里面 每一天都有一张 时间关系 有跳过一些 323那天 那一张是整个 是黑色的 323对大家 当然都是一个trauma 是一个创伤的记忆 我自己记得的是 就是在323那一天 我们线上 共笔的那一个 试算表 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攻击 然后就断线了 然后我们的共笔 系统也被攻击 也断线 我们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 对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然后又有朋友 就是直接跑去行动员 那我们当时 因为G0B 一直是在做直播 所以就是马上就有人 带了iPad 然后我们就紧急募集了 好像六个 还是七个行动电源 就是给他扛在身上 然后冲过去 那 那我们直播 当然是不会 特别挑角度的 所以就是包含 甚至有人砸破窗子 或者是有人 做任何事情 那个镜头是不会躲的 就是看到什么 就是什么 这样子 那但是我觉得 很有趣的就是说 有我们直播的朋友 去的那一侧 在网络上面看起来 好像还好啊 警察确议也 也还蛮和平啊 之类啊 可是没有直播的那一侧 去做很惨 那 这个就 很有趣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要减少冲突 减少误会 无论如何 你需要有一个witness 就是有人在那边看着 这样子 那又是为什么今天 全场直播 的原因 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具体的协助 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者我们就是说 实际的各部会 想要推动政务的时候 G01其实一直 我们有一个想法 叫做代用政府 这个有个什么 代用咖啡吗 或者什么 代用晚餐啊 代用午餐 就是说教育部 我们觉得 他的网站哪里做得不好 字典做得不好 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 放在那边 然后我们抛弃主作群 然后我们说 教育部下一年 要换厂商的时候 要不要就是讲一下 直接从这边开始嘛 你就不用从头发报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我们的 运作的习惯 就是说我们看到 什么东西 路见不平的时候 就是一个坑 就是把它填起来 然后填起来之后 如果觉得 这样子做是还不错 那这样政府 就直接拿去用 那如果需要有人 经常性的做维护 那当然我们再来 签维护的契约 或怎么样 那但是做这件事情 本身是大家 就是我们说发愿吧 要做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回应 然后 这边有一个相关的 是有一个发言单 是教育部的处长 周处长 周处长 是 谢谢 他是说 是否有可能 藉由参与的社群网站 针对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以客观评价 以及留优太累 提升国家施政效率 那 居民里刚好有一个坑 非常欢迎加入 那个 只要去搜寻 请找立委投票指南 就会看到这个坑 那目前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在加入 就是不管他的问证 他的出席率 他接受了哪些人的现金 他的现金 花到哪里去 然后所有的每一个会期 他提出主要是哪些人 附带是哪些人 他提案的内容 他的三度通过的几率 他在港台协商有几次到场 几次没到 所有这些资料 都是 就是立法院网站有的 在立委投票指南 我们就会把它放进去 那所以 非常需要专业的人 来帮忙提供建议 这样子 麻烦找一下立委投票指南 谢谢 刚刚提到 就是说每个部会的部分 我是 建议是说 今天先是一个 就是一个 大家先沟通一下 了解这个情况 那每个部会 如果你针对 想要了解一下 基云医这边 可以怎么合作 或是有一些具体的事情 那可以再请他们 再到你们各个部会上 再去做进一步的沟通 但是 总而言之 我觉得 也许过去的经验并不好 但是 其实 大家也许 在未来 先不用去想 一定是对立 因为我觉得 国家是自己的 然后 我也一直在 跟这个社群的朋友沟通 我是觉得 社会的问题 政府可能 不是一个唯一的解决的遗兆 我们可能 越来越需要 跟社群 跟公民 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 那 早一点让公民参与的话 政策本身就是 及早的公民 跟及早的公开 那让大家一起来推动 如果社群 确实有很多意见 可能 以前只是你没去看 他骂还是照骂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早一点去沟通 早一点知道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将来就是 政策在推动的过程上 也许 等到我们 大家有共识的时候 再来推的时候 因为相关的法 还有相关的政策 应该会得到 更多的人支持 所以 我想今天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两位讲师 谢谢 谢谢三位讲座 今天的演讲 及精闭的解答 相信大家获益良多 请各位带自己 热烈的掌声 感谢三位讲座 同时 我要谢谢各位 在座各位的参与 今天活动到此结束 请加入橘色问卷 投入千道处 问卷回收箱 另外我们有为大家准备便当 请至报道出允许 谢谢您